活少功德令 成会是活 你这一生 你修极得多少功德 说佛几十年了 都要问问你什么时候 到现在没发脾气 如果昨天发了一场脾气 你的功德从昨天到今天 为什么以前呢 以前烧光了 一个脾气一发全完了 功德很不容易成就 福德不会 成会活不烧福德 烧功德 为什么 功德是清净性 清净平等学是功德了 你一发脾气 心就乱了 你清净性就没有了 这功德是非常不容易 破坏功德第一个因素 就是成会 所以佛教给我们 要忍 忍 在古时候 从小就学人 要学保保荣 要学人 要学让 忍让通常是连在一起的 最初是叫你忍让 然后慢慢进步了 又晓得 忍让 谦虚 谦让 到最高的境界是 礼让 都从忍入波罗米 得到天 不实是修之功德了 忍辱是保持功德 不实调 喜欢不实 也喜欢发脾气 这样的国保在哪里呢 多半就当魔王去了 阿修罗 罗刹魔王 他也有很大的势力 为什么呢 他就不实 为什么会变成魔王 他又成会 可是魔也好 阿修罗 我也好 你也晓得 他也是神机一时 死了以后 到哪里去 都到阿比地狱去了 所以他是 一时兴旺起来 下一时又堕落了 你电影看起来 都可怜 好景不长 他保不住 做阿修罗 做魔王 你说他做多少业 他害多少人 所以 忍辱 不能不修 这个辱 是特别对中国人讲的 中国人对这个字 看得很重 你看古人所谓 似 似是多数人 明里的人 似可杀 不可儒 杀头 没关系 五儒 不可以 这个不能忍受 所以 翻金的法诗 你们中国人 把辱看得这么重 忍辱 那辱都能忍了 那当然 什么都可以忍了 所以本来就是忍耐的意思 这是翻金的法诗 特别 应中国的 这个人的根性 用忍辱 感谢观看